中文字幕称 我是張常興 我小時候就學 朱家堂浪 林家權術 兩派的客家功夫 我朱家堂浪的師傅是鄧文飛師傅 我林家權的師傅是林岳房師傅 透過麒麟再發展武術 因為以前是 先以武術,先發展麒麟 現在就反過來,有一點反過來 不是學武術才學麒麟 現在是玩麒麟吸引了小朋友 或者比較有興趣的,容易聚集一點的人 才玩完武術 我是南玉堂,我是南派螳螂 我師傅是文錫榮 我是沙田牌頭村,紀元居民 我們有隊南派螳螂的麒麟隊 有什麼喜慶時,我們都會武麒麟來助興 我們這條村大約十二三個 每個星期五,收工之後 來操拳腳,練武麒麟打羅鼓 我是幽雲環,我是岡天牛螳螂 我師傅是禮人 我想多些人認識有鐵牛螳螂 不然,一村,一遊,螳螂 這裏是護著小鹽家 這個東西永遠都不會出的 只是出這裏而已 這樣吧 當年學時,三十元學費 一個月去多少次? 一個月去七萬 每天去? 有什麼心? 我喜歡 明天晚上 本人叫呂學強 師承龍村師傅 青龍探客家鴻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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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生火相傳 因為要將我們那些客家鴻拳 十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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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認可那些牌 就是我願意這樣走出來 去顯露出來 給那些群眾看 知道有什麼權術、權術、權種 我本人是萬志敬 是本身我學八明大功夫 師承就是 我有兩個師傅 第一個 第一個 張兵法師傅 第二個 陳國華師傅 一次 在九龍公園 功夫角那裡 功夫表演那裡 我拿去一支棍 咦?後面有人叫我 這樣 很客氣 很有禮貌 很客氣地跟我說 可不可以借一支棍 師傅可不可以借一支棍給我 表演一會 我可以 回到唐一幕 整個 兩個眼 哇 真的很有神 捲捲發光 哇 身體修得很漂亮 哇 我再請教他 原來李天來 頂頂大人的李天來師傅 周家同學 對不對? 對嗎? 這樣談談 不如 組織一個 客家功夫會 好嗎? 大家一齊 可以聚集 又可以 將學過的東西 繼續練下去 傳下去 對不對? Y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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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遵亲遵知遵教训 学人学义学功夫 抽上 探阻 标 我们会刚成立的时间 目标和现在 就是我们一步一步上 是很多人以外都知道 我们的客家功夫的存在 好像雕家教那样 雕家教以前没有人出来 现在他进了我们的会 我们已经继续帮忙 和我们参与我们的活动 现在帮忙去推广 希望在将来 继续有更多的家伴 现在我们最近又联络了李嘉权 我叫雕陶萌 是香港雕家教国水域的存在 我本身是用青年 梅艳传来 我师父就是雕火龙 雕龙筐 中国的非美质的文化 要传出来 教出来 讲到才有后人才知道 真存的意见没有多少人 有罪人不存在 你死就搬到尸 我本人叫马法卿 我学习过客家功夫文化的 就是白眉派的武术 和流文教的武术 我是很想找一个徒弟 能够成到我这个衣缝 在武术和神功方面 但是要尋并非二事 因为他要尋一个可以交得下的人 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这个人的心术 这个人的品德 连武术的德行好不好 会否用这些武术来欺负人 这个是 现今你真的要找个好一点的 比较困难一点 并非二事 我们现在到今天我的年纪 我都不是很大 我都是六十三岁 我都希望在这几年 在我幼生之年 就能找到 能够将这些事情盛传下去 你要找一个合适的人 去承接你 必须要花很多心思 要有没有机缘巧合 这个讲缘分的天意 就是说 我当然希望有 是我本人圣父 名字叫天宋 我是客家人 我所学的功夫 是属于客家一种功夫 我的派别就是 江西竹林子螳螂派 我很开心得到这个机会 遇到这个客家功夫文化协会 就能够跟这个会 以及其他认识的师傅 就能够重新学过 希望不要被他失存 还有应该要让多些人 认识我们客家人的 何谓客家功夫 是认识 因为免得说 前人所嫁下的心血 就在这时候失存了 我是李春龙 湘河亨村 我学的是 江西竹林子螳螂派 我师承黄玉江师傅 我和师徒关系有些分别 我们好像在这馆 我在这馆进到这馆 教书的时候 大家用心打机不准 说话大家不准 专心学习 走出去 两兄弟 大家朋友 因为如果你诚意这么严肃 好像徒弟和师傅都有一个格幕 你不跟他打成一片 你学习的时候 他就怕了你 不敢问我 好像我那时候 不敢问 他就学了很多东西 我主动问他 你有什么不明白 明白出声 但是我以前的师傅不是 他不说你不说 我不说他不说 他不说我不敢说 所以他们就这样 去 去 抓得不够 握住手 不要冲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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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张云智 我今年九岁 我现在学习的功夫就是 东江周家唐楼拳 我的师傅就是 叫李天来师傅 黄耀祖 施承东江周家唐楼 李天来 在我中午的时候 我刚刚 会考毕业完之后 接着 我陪我老爸 就去浸温泉 刚好就遇到一个 那位师傅 他也是浸温泉的 然后很厉害 看到他跳到 跳到那个冰池 那些负几度的冰池 沉了下去 在那里 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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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了十分钟 没上过来 我呆了 上来已经很有型了 下构腹肌 跳过来 然后在温水池 然后我就说 我说 师傅你很厉害 不如我承认你做师傅 他说 我就没有教的 他说 但是呢 我师傅就在旺角开馆的 你可以上去找他 然后上去 我师傅就 很凶的眼神看着 咦 弟弟 我们现在功夫很辛苦 你叮叮一叮 然后我说 我没有问题 我学习功夫呢 我是欣赏他那种传统观念呢 可以运用到在我日常工作上面 有一种专丝重道啊 还有 怎样去 以礼待人啊 那你身边有没有朋友 都是打中国功夫呢 其实少 我觉得功夫呢 就跟 泰拳呢 有什么不同呢 那泰拳那些呢 可能就容易上手啊 有动作好型 但是 传统功夫来说 很满的 每天可能 你每天上车武馆 你都是下马 对装 猜手 就是我们家派是这样的 要不断做些重复 又重复的东西 那我们练的时候 也是很满的 就不会又不会叫啊 或者那些 拳啊 又不会很快啊 你望啊 拍电影啊 或者拍片 是不会很帅的 但是 正正就是这一样 又闷 又令到你很辛苦 是令到我是 想追求你 李天来师傅 对我 人生是有一种 启发的 直接是当我儿子一样 所以我为什么 对这一刻功夫 不离不弃呢 其实 也是有师傅这一段 情意 这个不是 不止师傅那么简单 这个就是 我再生父母 半个老爸 打算 我再生父母 你没想到 有什么事 我担心 你没有想到 打算